好,回到第二節,剛才說了六隊,現在又說另外的六隊,可能是一些中油分子,無辱無求 當然,大家人人心目中把尺都不同的,有些可能覺得哈法柏林怎麼會互給不說 有些人覺得哈法柏林打上歐洲賽,就放在中間,就先說他們 都很誇張,今年收購有很多球星,中型班 以前的球星,你不要這樣 以前的球星都可以玩到現在的球星一動都沒有 不知道有沒有看這球呢,當然是離譜 剛才我看到,我還在玩到VVD,一動都沒有 但又不是很像以前的,你算是祖維迪 誰玩到,祖維迪 祖維迪 祖維迪應該不是很大年紀 八九後,我沒記錯 八九後,三十三十一 八九後,八九後,三十三十一 那一球你也記得 就是萬成那個,是不是 因為之前幾天前,哈法柏林和利尼浦 拍跳了一場,結果哈法柏林贏了四比三 有一球,祖維迪入兩球 有一球在雲迪卡面前,樣來樣去,仰到雲迪卡跌倒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雲迪卡,是復出了不久的 我們都是,大家說一下 但祖維迪和奇魂寶定 再加沙達,這個進攻組合 你期不期待? 沙達是年輕球員,二十三、四歲 好像你拉著祖維迪和奇魂寶定 這樣就出事吧? 沙達我覺得是挺好的球員 當然去年超過零四、五的情況 他還是沒什麼發揮 打傷過 但是他是一個挺穩 劉信文也有說過 他是很實而不華,很實幹的一位 全能中場,就是助攻助手 很全面的 看看可不可以再打起 我也希望可以再打起 但我真的想問一下 你怎麼看兩個外籍回收的球員 就是艾尼銘和司機 或者戴菲薩基 有沒有機會 還不戴菲薩基 我不知道 有時候我不敢經常說話太死 你知道這些球員是證明的 證明我有能力 雖然我知道近兩三年 你可以說轉了會 或者進到不似預期 但是 有沒有機會可以只有一季半季 令他打起 信心自然增強 大飛三飛 有機會可以再打起 我覺得戴菲薩基 其實今年有機會會再打起 我不是開玩笑 我知道大家覺得可能是 但是其實他在哈法柏林 其實他在哈法柏林 其實他在哈法柏林 我沒有記錯 一七一八球季 第一季加盟 第一季加盟 他好像入了十個球 半季 半季入了十個球 半季突然爆發 半季入十個球 我記得他印象很深刻 他突然間半季爆發 半季入了十個球 又是那時候轉了食物 又是吃Vegan 之後又有些傷 半季 我記得還有做賀功 但是又半季掉了 才借回去 大飛三飛幾小小 聽我聽過 我也舉手 我也聽過 就是在舊台 我在舊台 我印象很深刻 一四一五球季 舊台 有一晚 是揭冬前 還有一輪比賽 我選擇了 雲特不耐梅 對多蒙特我看的 我記得大飛沙基 那一場球打得很好 我記得 印象很深刻 對大飛沙基 他之後也有 有一段時間 打個好球 一七八球 但之後這兩季又重新 這一季會不會重新 要看一看情況 因為上季 我想跟剛才那個沙達差不多 突然間又打了 但好像在熱身賽 近五場熱身賽 好像入了八球 感覺都很健康 好像很健康 不過 Eanna 季節日生賽 都很健康 一屆都是 Eanna 上季季味很厲害 可能又來半季大爆發 因為大飛沙基 經常都是半季好 然後就是半季沉 半季好 半季沉 最慘的不是一季 是半季時間爆發 但是如果 你打哈佛帕林有半季 都可以 是 最重要 因為大達 都仍然是 領軍的人物 因為始終 大達 對於哈佛帕林的程義傑 以及他對於 球員的熟悉 我是有憧憬他們會上回 即 不是一對護級分子 不是上回 所以你說 欠歐洲議會聯賽的 第七位的排名 我不會覺得很意外 至於你說離開的球員 其實那些基迪拉 古恩導師 古恩導師股元禮正選 因為一個屈尾十去球發球 一會 兩位阿斯陸球迷 習慣不習慣他 一會聽 The Invincibles 另外 祖安哥杜巴 二千萬歐元 買走了 Yedon Line就問 嘩 他也可以買到這麼高的價錢 其實他就 挺硬僑硬馬的 如果他不是上季 季中傷了的話 他絕對有條件 可以幫到哈法派人更加多 以及 Izac R就說 還有Gunha Gun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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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d 那些網站前鋒的名單是很多人的 因為最近奇雲保定都放在前鋒上 有些離譜的東西 皮亞迪 戴貝沙基 祖維迪 奇雲保定 就這樣這裡也有四個 而且不是流浪的都叫他有名氣的 還有勞基巴基也好 那些很多人 所以哈法柏林我們大家都會憧憬的 反而其他我數了 Felix你見到我的貓子 很多這些球隊 中型班的這些球隊 其實收購就不是很多 例如兩支巴登扶頭布州的球隊 史特加和賀芬咸 史特加高布去了多蒙特 但是就找科利歐梅娜過來 科利歐梅娜上季就在免一師 其實也算是有穩定的出場機會 所以都是門長換門長 另外就找了一個在柏達邦 即是上界柏達邦的富蓮姬 我看過他兩邊翼都可以踢的 我猜他會不會有機會是華文基道卡的朋友 這個可能是你介紹一下 柏達邦 我對他沒有特別印象 但我覺得史特加買了這個 科利歐梅娜 其實他的奧運我覺得挺有趣的 給我感覺 因為他給我感覺 不過在一場球中可以見到一個很世界級的 也都可以見到一個 突然間好像不太頂級 即是中下游球隊龍門那隻質素 但是一勁起來可以突然上身 可以對巴西的下半場 可能你見到他很神勇 但可能其中一個失球 可能和他都有關 即是第二場球 大家在說第二場球 奧運隊第二場球 失球球球 對薩達拉伯 第一場球都跟他有些關係 即是這個龍門是上季 其實我覺得他在佛賴堡表現很出色 佛賴堡不是勉強師 勉強師借到佛賴堡 不好意思 佛賴堡表現很出色 是 那麼就 看看能否取代到高布 反而另外一個我覺得有一點點意外 又不可以說意外 因為始終收到這麼高的價錢 你買都合理 例如拉斯江沙里斯 因為始終效力了史特加都很長時間 去了費蘭天納 對 還要走 會不會預計史特加有機會 用這筆錢來買回進攻的球員 還是他都頗順 有些困難 但是尼古拉斯江沙里斯 其實上季都有段時間受傷 對戰爭又不是很大影響 但是如果前面的球員來說 我感覺仍然救人 我都覺得 對戰爭 對戰爭 看看華文基杜卡盡快出來 華文基杜卡轉了名字 好像是 現在不是斯拿斯 斯拿斯 斯拿斯 因為華文基杜卡是說 其實他年紀是報勢數的 而且他本身的名字不是這個名字 假名字 但是他的原因都幾離譜 他說經理人迫他改名字 為什麼要改名字 最划算是改名字 改一個這麼巧合的名字 英文 對經理人有什麼好處呢 還有對他的球員有什麼好處呢 為什麼要改名字 你說報勢就當然明白了 報勢數當然明白了 但是你說改名字有什麼好處呢 他的名字是很簡單的 他當然是幾個字母 他就是斯拉斯華文基杜卡 但是 穿了出來 他上季 整個半季都是受傷 他的位置方面 我也不太擔心 因為他們有一位 馬斯姆 馬斯姆 馬斯姆就可以打回他的位子 還有基里姆歷斯很多 即是有些新人上位 基里姆歷斯是很百搭的 基里姆歷斯如果符正 他跟尼哥拉斯哥西斯的角色有點相似 其實基里姆歷斯是 大家知道他父親是前 是長毛 扎了馬尾 打過多夢特杜羅夫斯堡的前鋒 阿根廷前 他的兒子是得個席的 他的兒子是因為 他父親在德國賺錢 住舊八年 他的兒子 雖然在阿根廷出生 但已經有得過國籍 也在德國於二一角腳 其實尼哥拉斯哥西里斯走 會不會 比基里姆歷斯更多的上陣機會呢 上季其實基里姆歷斯上陣 大家都看到 他上陣不少 後來上陣多 但他上陣都接近二十幾三十場 但他被人看到潛力 還有另一個我也有期待他會更進一步發揮 就是坦古爾古尼巴黎 上陣 他又是非洲人 兩邊爆 速度快 突破力強 他這個方程式 應該是買兩翼兩閘 應該找這種 斯特加林應該是這個方向 還有我挺喜歡馬達拉素的 因為今天就沒有時間講美洲金杯 我也想講講美國的球員 之後也想講講美國教練 講到美國教練 一定要講講馬達拉素 很好的教練 雖然他近二十年都在德國生活 但是他融入了兩種文化的足球理念 我是很欣賞的 不簡單 因為本身讀到書 沒有記錯是哥倫比亞大學 數學是畢業 原本可以做I-Bank 但他為了追夢做業餘球員 而想著有沒有機會可以上去打甲組 誰知道一直打不到 但做教練 其實他是拿高市民的同房 也是同教練班的同學 可想而知 那班還有泰迪斯高 高市民和他都挺厲害的 而這個馬達拉素 其實很好的教練 我自己覺得 很會整合一隊球 當然他跟他計數 這個數學是哥倫比亞出身 都是一個因素 但我自己覺得 這個都是很好的教練 而其實一頭一尾 這隊球 始終沒得說 你教練多好都好 你沒有好的球員 一頭一尾 有兩個很好的球員 照著這隊球 前面卡里積石 後面金普夫 這兩個球員 就是前鋒和中堅 非常好的球員 金普夫 其實我們在說 是德格 佛賴寶年代 佛賴寶年代 我想他的上季 即使是史特加 很多樣的數據 都是明年前馬 以中堅來說 偏矮一點 一米八六 但其實他頂上功夫 是非常非常出色 我沒有記錯 是整個德格排第四 制衣控力 制衣控力很強 而且出局爛截和interception 亦都是前十的 這兩個數據 以他這位26歲的中堅來說 是否可以更上一層 留下更大的球會呢 這件事可以阻止他的職業生涯 就是多傷 金普夫 其實他都打了很多年 沒有記錯 2017年德格取得U.I.A. 歐洲加杯冠軍隊 他已經是正選 中間就受了很多傷患困擾 但這個球員是非常高質素的 記者 Mark Oliver Camper 而Kai Ziksek 大家都知道 奧地利是兩米長人的前鋒 不是一個踢法上 大家可能看金介 歐洲那本法 兩米不是應該是 主等 但其實他很喜歡 倒到後裸波 也是比較上腳的 一個前鋒教員 為什麼呢 這個球員是前鋒出身的 記者是三年前才開始 更加之前他說 他自己的偶像是馬迪 他自己打防守中場出身 之後就打攻擊中場 三年前開始就開始打前鋒 所以他在這個位置 也是打了三年左右 所以大家會覺得 他跟傳統的中鋒 類型有些不同 可能都是跟他成長的走路 有些關係 另外 我又補充了多一點 剛才說馬達拉素 都有一些數據 引證一下我們的說法 其實上季 他後備換出來的球員 換出來的那些後備兵 製造入球 加助攻的次數 是最多的 就是說他後備 會不會就是很有 改變戰局的能力 換出來的球員 以及上季 剛才也略略說了一點 就是他用了29個球員 平均年齡24歲 是全德甲 在用人上 最年輕的一個教頭 厲害 你也看到那個方針 不簡單的 上季 就是史特加和比拉菲爾德 我也覺得史特加會 留班 就是互給機會 樂觀一點 但是沒有想過會去到中游 另外我想 補充剛才金普夫的數據 而是德甲 上季的Interception 整個德甲是排第四的 都很高 如果你計算 頭鎚 都是排第九才對的 他頂上功夫都有 而如果計算Interception 和Aerial Duos 1 再計算Clearance 即計算解圍 都在排第十五 所以其實金普夫 都算是史特加 一個中堅不可或缺的人物 那兩位阿斯陸球迷 都要給你們一些私心 日本人 馬夫露柏洱老師 怎樣 現在是甚麼情況 我也想知道 好像借多櫃 應該也賣斷 應該不用了 給鑽石眼 為何不直接這一季 買斷 你不如問 金路斯也是借了 但史特加 可能史特加沒有錢 或者看清楚一點 但鑽石眼真的真是真的 其實老實說 這隊波斯特加 你可以說教練 固然是他找回來了 阮騰鑼 不可以不說了 剛才我們說 一前一後中場 打交戰士 七個字 阮騰鑼踢法 像我 阮騰鑼 阮騰鑼 阮騰鑼其實也 有些多數的感覺 那真的很厲害 因為阮騰鑼最厲害的地方 他不僅是搶節能力強 他身體對抗性 也很強 最簡單 你想起日本近代 彭守中場來比 當然是長谷布城 是 長谷布城 也很好的 也不是最硬 在我心目中 阮騰鑼 真的很硬 效率 單對單 硬 還有用波能力 也很強 不過 阮騰鑼 也是新入的史特加隊長 現在德甲 就有兩支球隊的隊長 日本人 他和他長谷布城 所以也值得留意 斯特加這隊球 另外 很多好球員 很多球員 伊朗拉就問 卡斯道和迪達維 退役未 卡斯道離開了 迪達維仍在隊中 迪達維仍在隊中 迪達維仍要經常上陣 但是有沒有能力 不知道 不適合用 就又借出去 廢話事理得你死 波拿蘇沙 波拿蘇沙 拿了德國籍 但是 好像代表不到德國籍 只是拿了國籍 遲些都看看政策如何 大家都很亂 斯特加轉了 不說斯特加 就說一下 有何芬咸 暮信加柏和佛拉寶 何芬咸 你剛才也說了 我們剛才說了哪幾隊 哈法斯特加 那幾隊就 是啊 不過這次還有很多時間 因為這次 剛才我也跟Felix說 其實很少 有特別的 買賣收購 或者離隊的球員 譬如何芬咸 除了你說拉姆之外 其實真正找回來的 斯特拉 亞人離隊的球員 防守中場 但是 已經比近屆何芬咸的收購 活動是少好的 我第一次見一個球員 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覺 如果你說何芬咸 我第一次見一個球員是兔順 兔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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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見球員是兔順 斯特拉 可以留意一下 我沒有猜錯 看他的樣子應該是兔順 兔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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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一下 這個我也不知道 挺特別的 而且他不猜的 左腳 感覺他都 最像毛髮 我覺得有點像 麥斯亞諾 就是Max Arno 可惜這屆奧運 真是麻煩 但是 賀芬咸 其實 我覺得陣容好像太大 太多球員 不是球員 如果你說全部球員都是很厲害的 但是你說 砌到銀河艦隊 當然不是 但是那些球員 每個都是二線尾 你說比布的很差嗎 又不是 他有少少特點的速度 卡拉馬力的射手球員 那你說 卡拉馬力更加好 算是 其實和志 但是你說這些球員 又未至於很高 但是很多二線球員 他儲了三十多個人 那麼 在教練的角度 每個份合約 都有分數 但我出誰呢 很難找到好的陣容 所以 伊朗又補充 斯巴斯特和尼斯 握救范姓 其實上季 賀芬咸令我很失望 因為我自己 我記得上季 季初前瞬的時候 我覺得賀芬咸 是有力挑戰 跟歐洲才智慧 但是 講來講去 都是那句 你有沒有見過一隊球 可以大炒敗人4比1 但是大敗比史歐零4 0比4 是嗎 Felix哥 是 不過 其實賀芬咸 你熟悉 這支球隊的話 本身就是這麼神經質的 他除了是 高士文 教了幾季之外 其餘時間都是 好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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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卡拉馬力 本身射手的質素 都不是特別穩定 一場球大四起完 然後下場又是 連續幾場瓦 你看 澳洲國家盃 聽什麼鬼東西出來 失望 失望 不過克洛迪亞 幾個球員都發揮 前面都一般 除了佩利錫 比較好之外 史巴斯坦拿 漢尼斯 漢尼斯 漢尼斯的侄 其實就 上季 是否有好記憶 去看他 我想 未至於一個位置 去解僱他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的名望 不是因為他的大伯 是漢尼斯 因為他父親也是敵 漢尼斯 也是很厲害 但其實他前一季 他在幫 八人無理一的二隊 二隊獲冠軍 但原因是不可以再升班 因為聯賽規矩 要隔一個聯賽才有預備組 你不可以得甲和得穴 都有一隊八人 所以那時候才不可以升班 但是 一旦沒有漢尼斯教 這隊八人的預備組 差不多球員 立即降班 所以你可以看到漢尼斯 是否完全不一樣 他有沒有教過斯蒂娜 有 其實史迪娜就是他 可能有些期望 所以我覺得 對 對 對 你問我呢 千萬不要灰心 就是上季 譬如我貼了賀芬咸 打到歐洲賽 今年再貼 就是這些呢 不要放棄 看看今年行不行 另外 其實還有拉姆 這位剛才說過 去年霍夫 上季在德月的助攻王 我沒有記住他22個助攻王 哇 很誇張 大哥 左閘球員 竟然過了 但是你就算看他在UIA的表現 他不只是助攻勁 他防守和對抗性都不差 就是他上落的頻率 看看今季有沒有機會可以打氣 有沒有條件做Philip Max 我覺得他防守比Philip Max OK 因為你想得甲的物資 因為你想近屆德甲的助攻王 當然會想起他 是 另外 Tom Lee868 就說Steela的鼻子很大 留意一下他 可能有些特徵 對於平術員來說 都是比較容易記 你留意一下他應該是 鼻子出奇大 而且他的嘴子應該是 套唇康復了那一隻 就是 我純粹是 覺得他應該是一個 之前是 有故事的人 就是跟你一樣 對不起 我上季原來18個助攻 但也很厲害 對於一集來說 另外 IZR和阿尼克雙都提了一些 逆風球員的名字 例如史高夫 潘倫打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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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加拿未必是一個逆風球員 我覺得他是後路上攻擊中場 史高夫我自己很失望 失望為什麼今屆 在歐國盃一分鐘都沒有出過 一分鐘都沒有 一分鐘都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 軟石之王 佛球之王 回到賀芬鹹看看 仰晶聰聰裔之下 可否有機會起到壯 他的定位有點奇怪 有時候 我見他真的很古怪 右翼又打過 左翼固然也有 左翼又打過 左翼又打過 右翼又打過 我沒有記錯前一季 如果賀芬鹹是 踢三中堅 用翼衛陣式的話 他就會踢左翼衛 但是如果是踢四二三一 他就會踢右翼的 所以 你怎麼理解 另外讀一下 SL方的投言 漢堡拉布 你補答 德瑜都有一個 一季二十個助攻 但是 就是One Season Wonder 尼寶特 之前是踢過紐倫堡 沒有記錯 但是尼寶特 也是左翼球員 但是 給我感覺 拉姆 可能更年輕 當然他也是 九八年出生 也都是 U21 和奧運隊 都是正選 可能在國內的評價 也有些不同 而且 你看到 不單是助攻 這個球員 他防守的硬度 都很足夠 所以 都可以留意一下 Maco John 有人說 Maco John 但是有些尷尬 就是 沒有了施石龍 找了 拉姆 回來頂 應該是打後避 沒有可能 但當然他也很年輕 2002年出生 之後再看看 他的定位是怎樣 賀芬涵今年 我覺得他也是中游 因為他太多球員 你覺得有些球員 我比較喜歡 那位由細小波龍牛過來的防守中場 沙馬斯高 沙馬斯高 拖球會轉會費紀錄的 我很喜歡他的覆蓋和活力 很典型的細小波龍牛 是那種全球中場 做工做手 少許長腳猛的感覺 但他又不可以說 我比較喜歡他 除了他 我經常覺得 整隊球很多人都是 二線尾一線頭 二線尾一線尾 但也未至於 對方幫你推出很高 你說很有潛力 打得很好的 我更加不覺得有很多 對方 Squart太多人了 也是太多接近的人 變得比較難有 除了司馬斯高 我真的不覺得有很多人 我覺得很特出很特出 就是卡拉瑪 其餘那些都一般 最慘的是 賀芬涵 因為我們熟悉 他們球會的球探網絡 延伸到很大 其實近界都比較少 因為以往 早幾年還有很多巴西兵 你記得 但是 這一兩年可能疫情影響 就叫做 球員往來沒有那麼多 是 Anyway 賀芬涵講了那麼多 另外兩隊我覺得 就不需要太多騙複 弗賴寶 比科迪爾老迪 我就是那個很典型的 就是二線球員 比科迪爾可惜一些受傷 其他就剩下弗賴寶 和無尊家 弗賴寶不用多說 教練又一樣 那你買賣的情況又差不多 都是要靠清分提升 應該沒有什麼補充 有 兩兄弟同隊 第一季 離高 離高 其他輸入大迫 其他輸入大迫 不要借出去 期待我 但是再一個月的總會槍 你這麼快趕地 不是 我觀察就是 尼高屬入大迫 好一點的 弟弟 我也覺得 小弟弟 1米91 左咬仔 左咬仔 弗賴寶不說太多了 另外 值得說少少弗賴寶的教練 今年 很久了 阿史列治 是 史特拉治 是的 史特拉治 2022年 就是 帶領弗賴寶一席 十個年頭 而你再看回 剛才Felix也有說的 今年換這麼多教練 第二年 執教練之最長的教練 可能是四五年 但是 史特拉治 就 十年 在一間球會 十年 而且是一個很有情感 很激情的教練 我也很喜歡看他 場邊的手舞速度 好了 最後這一節 講講李愛隊 交給你 但是我沒有什麼說 其實 我現在最期待的收購 就是看看有沒有辦法 哈法庭林叫了那個 03年出生的左閘 盧卡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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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為什麼要簽他呢 因為我們的左閘位雲特 都知道很多年的攻勢 走了 也是很老的 37歲來的 他就要簽回左閘的體育保球員 其實上季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03年出生 上季德甲已經入球了 天分很高 而且我覺得他是速度、身體 不像一個年輕人 03年出生的年輕人 出席很有信心 我是非常欣賞他的 為什麼他在哈佛會沒有機會 哈佛會有兩個老大哥在頂著 就是帕丁哈特和米圖斯塔特 那些其實你說 那些是否可以出席 但其實那些不是老的 比特特特29歲 米圖斯塔特更加是24歲 你說在他的角度可以等多久 你有人接班 當然你也可以說 哈佛法蘭出的左閘好 所以他自己也要想出路 那現在他也說 喂 如果等完帕丁哈特特 我還要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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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我覺得這是我期待 接下來非常期待的收購 我覺得亦都是 可能這個球員 甚至乎除了左閘之外 左翼也能打到 他是被寄予厚望的 2003年 大家都會說2003年 大家會說梅斯阿拉 例如李華古迅的中場 很多人都說 這位雖然左閘 但天分的程度 是可以比美麗斯阿拉和裕斯 所以我自己覺得 暫時在左閘的情況 賓士拜利 雖然都很厲害 但後備來說 他的合約到2023年的賓士拜利 下年可能會很大機會放他走 如果不續約的話 人財兩失 所以下年都要走 都要穩定接班 普臣 A普臣 其實我看過是一般的 丹麥球員 丹麥球員 我覺得是一般的 接下來就是這樣 中後場方面 其實變動不可以說很大 直接沒有變動 沙加利亞經常都說走 劉雖斯那些經常都說走 Madam也在 唯一 剛才正說 有些外借回收回來的球員 會不會有機會用得著 其中一個就是上年借去奧格斯堡的賓尼斯 賓尼斯 賓尼斯在奧格斯堡之前 其實在《武雄加坡》那兩年 都間歇性有出場機會 借回收回來不同的教練 是否用得著呢 你說今年暫時有新加盟友球員 就是《武雄加坡》的賓尼斯 走的除了雲特之外 就是《拿沙路》 就是外借奇滿 否則《武雄加坡》 都沒有什麼大變動 但是唯一是教練 我想都會令到你很有憧憬 那就是赫達 因為他之前教法人克福 他帶得非常非常出色 還有他其實跟 馬克羅斯有點相似 都是有些紅牛系的血統 所以有人在說他會不會打三中堅或四人防線 如果他計算在法人克福的時候 其實他的戰術都很多變 對於他打三中堅 但是來到這一隊 對於《武雄加坡》 我覺得他打四人防線的機會都比較大 對 因為《武雄加坡》其實在說 夠班打中堅的球員其實不太多 但中堅有板凳的深度 所以我覺得可能 我都數了給你聽 堅達艾維迪 還有剛才說讚書機 讚書機還在 讚書機打到右中堅 讚書機老實說 你笑咬他都 《伊朗拉》那些笑咬他 表示你沒有人看球 讚書機 傻瓜 但是你想想 只有三個中堅 也不夠用 塞加利亞 還有傻孫機真是鄧腳 右閘出道 上季有個叫馬馬道道高利 可能離開了 但上路也不太成 因為是拜亞那些 拜亞其實他之前借過 Louis Bayer 借過漢堡 收回來用 但其實前面方面 大家都覺得 中場還留到 塞加利亞和塔羅斯 但很多球迷都說 這兩個是否要離開 但前面方面 安保勞今年在歐洲加杯 其實分組賽打得不差 另外還有馬古斯杜林 都還留到 所以前面就動不了很多 但我有點擔心 但我感覺他近一兩年 近一季沒有進步 而剛好也是受傷 我預期看看前鋒有甚麼想法 會不會將馬古斯杜林 退去中間 也是一個想法 安保勒大家都知道 他的踢法比較自由 未必是一個前鋒 我又補充一點 艾迪赫達 其實就在法蘭奧福這幾年 當然多數是踢三中堅 兩葉維也陣式 但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法蘭奧福有一季 很頂 連續 很多場贏不了球 他都試過 想扭轉的頂勢 用了一個四人防線 保持了一段時間 但《無尊加柏》其實也是 現在很多球隊都是 三中堅、四人防線 都不斷輪換 所以我覺得加上風格 艾迪赫達教的《無尊加柏》 我很大的憧憬 即使到9月1日 都沒有特別大的收購 我覺得以原本的人腳 《無尊加柏》當然是挑戰歐霸入場卷的競爭者之一 但陣容其實都略略有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很大提升 最重要是換了教練 上個季都是因為 馬克羅斯突然走 突然整隊球 真的頂了下來 本身人腳上是打得很 本身打得很不錯 還有三、四人防線 本身馬克羅斯突然轉 如果你要適應的話 一定都會適應 還有今屆沒有歐洲賽 歐洲賽可以專心打一線 聯賽 還有克達也是帶一線 絕對有能力帶回去上 老實說 雖然前面沒有什麼補給 因為疫情影響了收入很多 但你說前面那四個 如果出得齊的話 馬古斯杜林左 右邊安保路 Fors9是史丁道 再加上另一個何福曼 赫尼斯和夫 赫尼斯和夫加上何福曼 下打翼中場 我覺得都 攻擊線都有點看頭 但史丁道能否保持到狀態 最好未必敢擺 史丁道可能擺進攻中場 安保路放在最前 然後莊羅斯和夫曼 放在右左邊 馬古斯杜林 其實這四個都接近 任務球隊都接近 這四個攻擊手 打一場 始終你不懷疑 無尊加派的能力 是的 好了 這節就 我們先講到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就講到剩下球隊 好 喂